随着亚素钢铁厂内的乌军事人员无条件投降 俄罗斯宣布已经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 俄国防部18日宣布 在过去24小时内有694名亚素钢铁厂内的武装分子投降 包括29名伤员 自16日以来共有959名武装分子投降 而截至目前似乎一直被外媒热炒的大鱼并没有现身 但老刘认为随着武装人员开始放下武器撤离钢铁厂 一场捉大鱼鱼反捕捉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大幕 如果将之前对亚素钢铁厂的围困鱼打击 看作是将湖中的水抽干的话 那对投降人员进行身份甄别则是捉鱼的正式开始 面对这么大量的撤离人员 俄军将要如何甄别呢 俄罗斯生活新闻网18日报道称 目前顿涅茨克调查人员正在对投降的亚素钢铁厂人员进行首次诊据 俄军事专家康斯坦丁·西夫科夫称 可能会在许多领域开展调查行动 但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调查亚素银武装分子的犯罪行为 对于调查人员来说 已经有一些相关的信息通过审讯活动 将有助于正式查清他们犯下的所有罪行 并将审讯过程作为历史资料 就像纽伦堡审判档案一样 对于如何进行甄别 以及具体是哪些机构负责相关事项 目前俄方并没有对外公布 但俄专家认为俄方有的是办法让对方开口 俄军事心理学家阿纳托利·伊格纳基耶夫表示 一旦亚素银武装分子落入俄调查人员手中 手铐扣在他们手上 他们的心理防线就会开始崩溃 这种类型的人格长期以来一直被很好的研究 据报道这些俘虏中也有外国雇佣兵 可能表面上看他们与乌克兰军人没区别 俄方下一个任务将在最初的审讯中将他们识别出来 俄专家称 亚素银武装分子必须消除那些发号失令的人 我们将了解外国雇佣兵的状况 他们有多少是雇佣兵 哪些是北约的大鱼 也就是说 俄军方首先要将投降人员分为三大类 乌军人员 亚素银等民族主义武装人员 外国雇佣兵 而在外国雇佣兵中仔细甄别 还可能包括普通拿钱干活的国外武装人员 也就是西方媒体口中的国际志愿者 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以雇佣兵身份为掩护的美军或其他北约国家现役军人和教官 而这四类人如果按俄方的优先级 从大到小来排列 应该是亚素银 西方国家军官 乌军人和外国雇佣兵 而这些人也将面临完全不同的待遇 处理方式也与他们的受重视程度直接挂钩 按照俄方的说法 亚素银人员一定不会被放过 甚至也不会以换服的方式来处理 也就是说这部分人的下场已经确定了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当然这场甄别行动不亚于一场真刀真枪的作战 将是一场耗时耗力的心理与意志比拼 此前西方媒体一直在炒作亚素钢铁厂内有大鱼 甚至在国外社交媒体上传出美国将军 加拿大将军 北欧国家高级指挥官等多种离奇的版本 但截至目前俄乌官方似乎都没有提到大鱼 那是亚素钢铁厂中真的没有大鱼吗 老刘认为什么是大鱼可以从多个维度来探讨 首先大鱼一定是人 或者说一定要是西方国家的高级军官吗 老刘认为不一定 如果不是西方军队的高级指挥官 而是若干明可以确定身份的西方国家现役军官 级别不用特别高也仍然可以视为是大鱼 俄方一定会借此大举宣传 西方参与鼓动乌克兰对俄进行军事行动 甚至可以将俄发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必要性 提升到一个非常有理有据的高度 其次大鱼可以是一个非常高价值的情报吗 老刘认为这种可能也非常高 比如俄军事科学博士康斯坦丁西夫科夫就认为 头像陆装分子可能会揭露西方国家 一直试图否认的一个事实 他们可能提供有关位于钢铁厂内 生物实验室的绝密信息 老刘认为对俄军而言 亚素钢铁厂的头像人员 无疑是一座亟待开发的情报副框 虽然审讯和甄别工作也将是一个耗时费力的大工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